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档案整款员剪贴簿的加强 首先第一个 如果你是Windows7 我们礼拜有稍微提过 你一定会善用那个媒体柜 相对比较容易用 那这个呢也有稍微提过 就是 像给各位看一下 因为有些如果你礼拜二没来的 我们在这边 我一些常用软件我会把它做在这里 好 做在这边 那么 我就可以去做切换 那么除了软件之外 我也可以按右键在上面按右键 我可以比如说哪些资料假如比较常用 我点一下就可以跳过去 好 这样也可以 或者某些文件 那我点了就可以跳过去 好 这个是用这个叫 Portable Trade Menu 的 优点 那么 如果您是用Windows7 事实上还有一个我比较没介绍到的是 你也可以像这样 就是某些档案 假设这个虚拟 Virtualbox我常用 你按右键 你可以把它盯到所谓的开始功能表 这是Windows7增加的功能 按下去 它会提上来 有没有 你看 假如有Google地球常用 按右键 盯到开始 前面这次都移上来 那么就是一打开就会看到 所以这也是一个方法 如果你想要这样子 那有的人是把它 放到下面来 有没有 但是不管你这边 还是这边 它的空间总是有限 你总不能老意思一打开全部都是 我跟你讲 当你很多的时候 桌面如果满出来的时候 有跟没有是一样 因为你原本放桌面 的用意是比较好找 可是当你桌面很乱的时候 那只是你的 混乱的来源 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跟我们办公室的桌面是一样的 所以比较常用的是某几个 特别常用 你可以放在这边 那你就不用整理到我们刚刚这边来 可是这边就是我 平常就很常用的 很常用 可是不见得常用到 会放在下面这里的 我就把它归纳到右手边这边来 所以您可以稍微做一个整理 这个它本身就说我这没有问题 Windows7有支援全文检索 对不对 另外有一个如果你在SB里面 其实有一个 这个叫AV型 那我部落格上有介绍 就是说你在找资料的时候 如果你还是SB的系统 就用这个来找 还蛮快的 还蛮快的 但是我要介绍的是这个 这个 我们上礼拜有稍微简单 提到但是呢 我想 有些同学没有 但是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 还是 花一点时间介绍一下 这个呢 我们刚刚有提过 Windows的简片部 除了Office以外 Obs可以记录多个 但是 Windows内建的简单部在其他软体里面的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最后一个 所以有点讨厌 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利用这个DETO 这个 简单部加强 它不用安装 可是我平常会在 启动的时候就 自动执行 这样的话我们再用会比较好用 就是这个地方 选项里面 那么它可以把我们记录什么 文字 图片 还有一种叫档案 我这个没有抓到 所以你看 现在我刚刚在做的时候 在哪里 在这里 有没有发现我刚刚有call很多 对不对 里面都有 像这个都是我今天放进来的 好 那它这个呢 你关机之后还会在 所以等于说你下次开机之后 这些简单部还在 那还有一个我今天有特别用到 我给各位看一下 为什么我会用到它呢 像在这里 比如说今天我在整理各位的这个 手边那个 文件的时候 我是会把简报 听到老师有可能是握着好的 再拿到简报了 也有可能是握 简报的是拿到握着里面来 那请问你 如果我现在 你看哦 我要把这个call过去 比如这段我这样call过去 对不对 我把它复制 我要拿到这边来 贴上 这里 哇 有没有发现它变粗体 可是我不要合并 这样有没有变啊 然后呢 呃 与线流合并 哇 都要一样有没有 这时候怎么办 就用刚刚那个就好 什么意思 你看哦 我点到它 你会发现 我再把它拉开一点点 有没有发现它 它贴外是有点格式的 对不对 你可以 你如果直接点两下 那它贴进去还是那个格式 可是你可以按右键 也没有锦贴上重文字 这时候过来之后 很单纯 有没有 我格式都不用变 你了解意思 我们常常 尤其在office 还有什么 网页的时候都会遇到这种经济 网页有时候那个格式会一定过来 就很讨厌 你知道 你知道那个office 尤其Word里面 或者简报里面的时候 那格式带过来 你要怎么删就很难删 因为你不知道它到底贴了什么 所以你用纯文字的时候 过来就很快 所以这个小软体一个很重要的 刚好今天有用到 这个是 跟各位 参考一下 剪贴簿 我们可以让它变得比较聪明一点 你今天 万一我要call的是这个字 你就多多两下 它就会自动 假设那个你是在 插入文字的状态下 它就自动贴进来 当然剪贴簿会自动变成这个 所以你看最上面这个就是我现在在用的 那么你要随时切换哪一个就 切换哪一个就直接点过去就好了 跟着进来 所以还蛮方便的 这个是 剪贴簿上 可能大家可以做一个 考虑的 另外一个 这个 除了档案总管外 我不知道各位你用过 哪些 档案管理的工具 事实上一个好的档案管理工具 我们礼拜有 跟各位讲有这个事实上 一个好的档案管理工具应该要有三个功能 就是我上面的这三个功能 第一个 要有我的最爱的功能 对不对 就跟我们现在运动社的那个媒体贵的概念是一样的 今天 你如果进来每次都是 从cd 这样开始 有点累 有些人东西比较喜欢藏在很里面的 你就要慢慢开慢慢开 很累 因为他怕人家那个东西会拿走 所以如果没有最爱是就比较方便就可以 你就跟你看网页一样 网站那么多你才会有我的最爱的需求 只是现在因为大家都很犯爱 所以我的最爱有跟没有是一样的 你们没有发现你的最爱已经很久没有理他了吗 就每一个都加入我的最爱最爱每个都不爱 因为太多了你就找不到你要的 对不对 最近最爱那位信佛的 不是 就是 有很多这种事情吗 每个都爱啊 你们都没有看新闻 好了再开玩笑 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 你 我的最爱就是希望方便也就这样 那第二个就是说 你可以添加捷径 你可以自己增加 你可以自己加 那再来就是 可以分页开启 你可以看到像下面这样有没有 123有没有 你可以像网页这样的分页 事实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这边没有写到就是 平常各位在开 档案总管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他都是从最开始来开始 你就是打开就是CD嘛 即使有 媒体贵你总是要点一下媒体贵 然后再点到你要去哪里 对不对 事实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 你如果今天 我坐到这边 我已经打开了这几个 我希望明天来的时候 是不是很快 接到我的今天的工作未晚的地方 所以你打开之后应该回到哪里 应该是回到你昨天 开的那些分页 这样是比较方便一点 你就不用说我一上班 还要先准备好所有东西 要把所有东西都弄进来 所以呢 你看我们这一个 假设我现在是不是开在这边 我把这个软体关掉 我再重新打开 有没有发现又回来了 这样不是比较方便一点吗 不然的话假设我有开 我有放好几个地方 那你还得重新再来一次 有点麻烦 对不对 所以这个呢 一个好的答案总管 你至少要能够 达到这几个要求 好那 这里 如果你这个资料夹你常常用 你可以从这边 有一个 叫加入我的最爱 新增到我的最爱 有没有 Add current folder 那当然你也可以去编辑 有没有 你可以上架调整之类的 甚至你可以做分隔线 都可以 那 这样的话呢 就比较 那如果你要新增那个页圈 就是从 按上面按右键 这样 就有了 就有一个 你甚至可以左右交换 也可以把它锁定 有时候我们某些就是特别常用 你不要把它关掉 你就把它锁起来 这样它就不会再关掉了 所以这个是 您在用档案总管的时候 也许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市场外面 档案总管工具很多 只是平常大家都不想用而已 也不是不想用 因为没比较过 你没有比较过 你就不知道说 档案总管还有哪些地方 可以改进 所以您可以 尝试看看说 档案总管 因为这个也是免费的 所以我觉得也还蛮好用的 就是虚拟桌面 虚拟桌面 因为有些人 很喜欢 开很多应用程序 常常会怎么样 你看 我这边有没有开很多 开很多的时候有一个困扰 什么困扰 你要找东西相对比较不方便 对不对 还有一个情形 上课的时候就会被老师发现 你怎么 所以呢 有些时候 我们事实上 我有注意到 前段时间有一个新闻是 有那个脚踏式 他用的USB 好像接那个脚踏板 我们踩油门那种 踏一下 就换到另外一个虚拟桌面 那就不会被发现 你在干坏 老板来了 就有没有 开了很认真工作 你事实上 虚拟桌面的目的 是要让你把 工作 分类 比如说你的文书处理 我现在在做这件事情 他会用到拿几个 几个 视窗 我就把它归纳在一起 那 另外的 比如说你的MSN 对不对 Facebook的 我就放在另外一个桌面 那这样就不会混淆了 你了解意思吗 所以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您看这边 在这里 有一个 档案 我把它放在哪里 应该是 在上面 好在这边有一个虚拟桌面的 放在提升工作效率的 对 好这边 虚拟桌面也有好几个 那您执行了之后这个呢 您看到这边 有没有看到下面有个1 这边这就是我第1个 那么你 进 点一下 你就拉过来 这样就是没有的 就换过来了 事实上有那种 有别的那个虚拟桌面 不会有这个转场的 就是 你就直接就 快速建计的 就跳过了 如果你看到这就不错了 对吧 它有快速建 但是我给你的这个不是要给你做那个用的 你可以再上网找找 就是说你看 在这边有没有发现 这里又是空的 所以我就可以 因为 以我来讲 因为我这边是不是占了比较多空间 如果我的这个 开的四方比较多 我这边就没空 就看不到啦 所以我可以想 那你可能就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刚刚那边已经开了 怎么办 好去那边关掉在这边开 不要啦 从这边就可以找了 你看一下 按右键 有没有叫做窗口管理员 你就告诉他 这个档案 我要拿来这里 你要自己上班就先规划好吗 对不对 Facebook就放这边 MSN就放这边 然后 Pickpick拿过来 好确定 也没有发现Pickpick跟两个过来 然后你过去那边 就刷回来 这里就没有那些啦 对不对 这样清楚吗 我们不是要做必用的 但是就是要提升你工作效率 因为有些时候你要专心一点 不然老师在那MSN 叮咚 叮咚 你 你就是什么东西都闷走 咱们要说 那MSN就刷不了 对不对 但是现在大家比较少按的时间 都是用Facebook 一下在那边Facebook要干嘛干嘛 你就处理不完 所以有时候你把你的 助力集中在哪里 这样的话 提升工作效率会有帮助 好 OK 所以 应该各位这样来讲的话 大致上就 差不多啦 我想多介绍一个就是 有些时候难免会遇到什么 误三档案 各位有没有 平常 遇到过 反正不小心被你散掉 你脑袋过来没有告诉他 手不要按手不要按 刚才就把你按下去 对不对 如果你狠一点的 我自己有时候会遇到这种事情 整个自在脚就丢掉 而且还很好 你如果是这样 一般性的三档你垃圾桶是不是可以来可以倒回来 有些时候我们会 心想 我为了不要占用硬碟空间 为了不要占用你的空间 为了要消失灭机 我会多按去 直接上垃圾车 不经过垃圾桶 有啊 有些时候这样的话 垃圾桶就没有了 那怎么办 可是事实上 说真的即使你这样去的三档案 还在 为什么 因为他事实上主要是删掉你的那个索引目录 就不然我们去图书馆一样 我把你那个目录删掉 可是书还是在图书馆里面 所以说你事实上还可以倒回来 好 既然有这种就回来的 也没有彻底删掉的 以及我看过那mission impossible 几秒钟之后自动销毁那一种 所以你在网络上面可以找的关键是叫做 那个档案碎子机 他就是把档案千刀万剐 让你 救不回来的 不过这不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是要救了回来 所以你事实上有时候你的随身碟 或者是那个记忆卡 就不小心删掉的 很多都还有机会救回来 你不要以为删掉的时候就 好像欲哭无泪 至少你可以努力一下 但你努力的话 我 经常会至少 准备两到三个 档案救援的工具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这个有找到 有时候这个没找到 你就可以多几个 反正没有常识走识有机会嘛 你直接放弃直接格式化那就 没有啦 那这两个呢 你看到了这两个 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在这个档案 我应该是放在 一样是提升工作效益这里 这里有两个 一个是 安装的版本 就是这个 那他的好识是他有中文 那下面这个是不用安装 它是英文 所以你要哪一个都没有关系 都没有关系 那 假设我是用这个 我先把它装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过程他就告诉你是中文的 所以你就可以这样 复复装起来 好 这个你看 你要不要装 那这边有一个你要不要装 Google的工具 我通常都不用 这样 就装起来了 档案其实不大 两号软体事实上都很像 好 那预设的话 现在有新版本 我先不理他 预设他是用那个 就是那个叫什么 精灵的方法 通常我都不喜欢用精灵 我大部分都会直接就 叫他下次不要再告诉我 我自己知道怎么弄就好了 好 我通常会听到这边来 那么 各位呢 你在这边找 比如说你就看你档案 在哪一个撕裂机删掉的 你就去哪边 扫描一下 那这个要一点点时间 看你的硬碟大小 硬碟越大少的时间 会稍微久一点点 会稍微久一点点 那 你看 我这边 以前我就有沾掉一些东西了 那 他现在在 处理如果说万一你 不是很确定的话 或者你觉得说 没什么时间 你也可以在这边先取消 他还是会把先找到的部分就list的出来 不会说完全一取消就都没有 我大概先删掉 取消一下 你看 看这边 这样你就可以看到这里 有没有很多档案都在里面 对不对 那么 你只要会看红绿灯 应该就会知道档案的 健康状况 因为 你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有的是绿灯 有的是红灯 红灯的原则上就是 他会告诉你 绿灯后 救回来比较高 红灯的 无法救回有没有 我们再找看看有没有别的描述的 有的是有点糟 我里面刚好都没有 所以到这个大部分都还救的回来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 这个是什么 光碟 这个我知道 以达推特的 好像是以达推特的档案 你点到他如果你要救回来 有的如果他认识的格式 右手边可以看到约然 右手边可以看到约然 档头资讯这边 你可以知道说他当初是放在哪 有没有 好那我就可以点到他然后按怎么样 开始抢救 有没有 我过来说一下 我们如果遇到那个档案户三的时候 你有几个步骤要特别留意一下 户三之后呢 请 要跟阿妹的一首歌一样 不要在伤口上罚 你不要在那个硬碟上再去做额外的动作 比如说有人会做磁碟重整 你做磁碟重整 我只能跟你保证绝对救不回来 好那 还有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就把档案救回来 对不对 假设我在滴槽 坏掉了你就不要 放回滴槽 因为这样有什么磁区又被盖过 所以说一般正常的药 就会尽量 放在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我放在这边 这样就救回来了 所以 你如果要干坏一次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彻底消毁才行 好这样档案就回来 当然我不敢跟你保证说 档案救回来是不是一定能够都OK 因为毕竟这个还是有风险 尤其是你那个中文档名特别长 有些人命名的时候很喜欢命名中文档名特别长 或入境里面有中文特别长的 那种会特别容易失败 一个原则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这样救回来的机率就越高 你如果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智障 就有可能 就是 磁区被盖过 或者你有多做重整 那这样就 机会就比较差了 让您大概了解的 所以 智障还蛮好玩的 就是万一有需要的话 可以像这样把救回来 另外一个 一样的概念 只是他不用安装 所以打开之后都是一样的情形 你就 按一下 请他开始分析 那你再来去找 那另外那个刚刚那个软件 我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说 刚刚那种情形是适合什么 单击档案的 对不对 那么万一你今天比较狠的 一次把资料表就翻掉了 你知道一个一个就 有点累 万一里面有很多的话怎么办 所以你可以来这个选项这里 这里 他有一个叫做 有没有叫 数状显示 你如果用这种方式 就可以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是动作的地方 很重要的 如果你是 单除资料夹 里面不是有一个 那个资料夹的名称 目录结构吗 你应该会希望他一并复原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把它勾起来 那他就是你里面有几层 他就复原基层 即使那个资料夹是空的 他也帮你复原而已 所以这个是你可以 考虑一下 如果说万一你 你用这样的方式 你看我这样扫描 好 你看他先扫过一次 好我在这里取消 跟刚刚有点不大一样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就是 历史的出来 所以你就看 你大概是在哪个地方 单调的 因为尤其你刚单调印象特别深刻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把他勾起来 勾起来 一样开始抢救就好 是像这样子 希望大家是不会用到 如果万一 要用到的时候也是希望是别人 然后你伸出援手 自己用到 你会紧张 救别人以后比较高兴一点 OK 我把画面先还给大家 诶我刚好 我刚都没有切过来吗 有吗 忘记了好 所以这几个跟 档案救援比较有关系的 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 下面那个档案续传 不是那个我就 不介绍了 好 那个就看你 好 那个部分 原理上你打字应该 你打字应该会用那个 所以你要打开那个 自动存档 不够了 如果你有打开 那就是 原则上应该是五分钟存存 所以就看你后拍 看你起四分四十九秒 还是那个 干过五分钟 对对对 所以你若是落差 中间那落差你打很多 那还是你的办法 因为它本身还是有一个 复原的技术 可是就是说 要看你的 自动存档的群体 几个几个在提升工作效率篇 怎么样 我有点忘记了看一下 不是 简报互动观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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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你看我白板上的好了 在这里 有找到吗 有 好 好 那这个简报技巧还要介绍吗 不用介绍 因为下礼拜还有 好了 因为这个 简报版本 各位有空可以看一看 因为事实上 你只要会找关键字就好了 请问那个版本应该用哪个 关键字比较好 你直接打 你直接打简报版本 找中文的 小猫两三字而已 你要找英文的 我这边先开个头就好了 你可以找一个这个关键字 我用这个给你看 这个 你用这个关键字 在后面应该看得到吧 PM PLATE 那这个是版本 通常会加一个S 因为是复数 所以你用这个可以找 但是版本有很多 Word有版本 简报也没有版本 PowerPoint也有版本 网列也没有版本 也有 连那个 很多软件都有版本 所以你最好再加上 PowerPoint 通一颗 有没有 很重要的我们要免费的 对不对 再加一个Free 所以你这都找到免费的 比较多啦 我也不敢跟你搞正说 一定都是 都是完全免费 但是 很多是付费网站里面有局部是免费的 好我想你这样找应该就 比较容易 我们也 尽可能 当然我们就不要用到版了 我不敢跟你讲说我都没有到版 但是我要跟你讲说我会尽量减少 就像我现在介绍这些 免费软件各位一样 我们事实上你只要很努力 去找一找 很多可以找到替代性的软件 不是没有 当然你说那种很专业的 无法替代的 那你只好花钱 专业软件嘛 毕竟人也要花很多时间去 研发啦 可是如果一些小工具的话或者 像 我们简报里面跟各位介绍这些 事实上都可以帮助我们 平常生活里面 工作上就可以 解决很多问题 这样至少花费上去不会那么多 好 所以这个版本部分我就先 介绍那这个我刚才有介绍过的 几个我有介绍过 只有这个我没有介绍过 这个 这个我简单介绍就好了 简单介绍就是说 因为我有看过 我们学校的那个远距 就是数位学习平台 E-learning的部分 因为学校也有买类似像Powercam 之类的软件 所以有些老师可能也许您的教材 是简报 那你要把它放到上面去 假设您 是放PPT或PPT-S 直接上去 同学就直接下载 对不对 可是说你希望就 把它变得像网页式的 在上面 直接这样看的 那怎么办 有几种方法 您可以变PDF 因为PDF有的电脑是 它有那个Viewer就直接看 不用下载下来 另外一种方式很常用 是把它变成Flash 比如说你的简报变成 一个一个Flash做slide show 就那头影片 show 您可以自己决定要 要停 要跳哪一个页 类似像这样 那这边有个小软体 这里 但是这里你要注意一下字型的部分 字型的部分 请不要 请不要使用那些 测书字型 就是星系名籍跟标凯就好 不然的话你转过去那个 会变成中空字 他不认的 所以这个字型部分 假设你要用这个软体的话 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软体我放在 应该是补充里面 0412补充里面 有个简报 画面借我一下 这里 有一个 这里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64位 一个是32位 那我都是用他free的版本 他你注册之后 就会有一个license 我现在是给你我的 给你我的 但是那个 不是就是 盗版的就对了 反正你注册完他就给你那个序号 所以 你看看你要注册一下 不然你就先用我的 也没有关系 反正都是free的 我们并没有那个 这样OK吗 那么您在这个 PowerPoint里面这个我实作的部分我就留在下以后再讲 就是实作的部分 原则上他会变成一个工具列在PowerPoint里面 你就按发布就好 就很简单了 只是万一如果老师您有 你的教材有时候也许老师用远距教学 那可以考虑用这种方式 那同学要看你不见得说我的简报档就要给他 他可以在上面看就好 用看的就好 不用像我那样 分享原始统给大家 对不对 这也是一种方法 好 OK 那么 网络使用那些证明就要交代一下 孩子ją的讯上